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带夕衰梦 英雄法院已建成 安邦赫不夺壮烈 不为遥城不为阶王 千秋山河斜阳河 情世不休 风也情不忠若 名声载上江山美桌 江山美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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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帮我 慢着点 慢着点 起来 起来 醒醒 王上来了 元龙怎么躺在地上了 怎么回事 回万岁爷的话 葛老大人一路上没醒过来 葛老大人 葛老大人 你醒醒 王上来了 您醒醒醒 王上来了 神 神圆龙叩见皇上 他 他的嘴怎么歪了 回皇上 臣子喝酒 喝多了 高兴 高兴 老喽 皇上 臣刚刚才生了个女儿 儿子 不欠千金 皇上还给臣送礼 臣套谢皇上隆恩 好 好 元龙 你是朝廷阁老 给大清江山立下个汉马功劳 朕忘不了你 朕听说你在海宁有一座老宅 倾临前江 前江 前江每年八月大朝 天水一现 惊涛骇浪 气势很大 皇上的意思是 我该回去看看 回去看看 皇上 陈阁老 陈子爱 上本告老还乡 朕疑允了 离部下文 运河两岸官府署牙 沿途官员 送往迎来 要确保葛老家人平安到达海宁 不得有丝毫差错 臣遵旨 陈元龙大人历任高官 为大清国的繁荣昌盛 朕疑允 鞠躬静退 功高如山 下旨江南各官署 不得以任何借口骚扰臣府 一日启程 朕 命四阿哥应真代朕送行 儿臣遵旨 臣叩谢皇上隆恩 臣叩谢皇上隆恩 不得以同天欲世 那不得天年也很辛苦 你就放心的去一养天年吧 皇上 臣是老了 老了 臣死凡死局 当时便是以江山为终 陈阁老 你想回来就回来 我记得你在京城还有一座阁老府 皇上 臣想念皇上 会常常来看看皇上 好 就在这儿朕为你送行了 皇上 皇上 臣 这就搞退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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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 背家了 哥老大人 哥老大人 留步 哥老大人 哥老大人 留步 是游王爷 哥老大人 留步 哥老大人 哥老大人 留步 游王爷驾到 游王大驾 哥老大人 你怎么走得这么匆忙 皇阿玛 皇阿玛不是在殿上要本王来送你的吗 你说我怎么能够有负于皇上的旨意 何况我们还是多年的邻居 是啊 游王爷来是不是想唱唱老臣的小天经 你看本王一来 千金就哭了 瞧瞧 好 夫妍 把孩子抱给游王爷看看 好 好 不哭 你现在是哥老大人的千金 是千金中的千金 不哭 你现在虽然不是哥哥 可是生死哥哥 你看看 你看看 哥老大人 要他不哭 他就不哭了 是佣王爷在金口预言 他当然不哭了 佣王爷 太厚爱我的小千金了 多谢佣王爷了 你不哭了 你不哭了 哥老大人 这是我送给哥老大人的一个小丫头 叫香吉吉 奴婢香吉吉叩见老爷 说俊俏的家伙 老陈怎么敢受用 你和本王还分什么彼此 老陈告辞 哥老大人受惊了 这是我手下人送给哥老大人的一餐野餐 好 户部已在德州水寺 给哥老大人准备了南下的船只 到了船上 不就有品酒的野味了 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佣王爷 人这下可以忧赛忧赛忧赛品品这个野味了 我可是没有这个口福 那就请哥老大人好好品品其中的滋味 庸王爷 老夫就是闻一闻 也就要其中的味道 陈羹 在 烧起眼鸭 好 树不远送 启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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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好 好 吧 老爷 我可以天天派人到浅塘江给你抓鱼吃 好 夫人 我想皇上在京都也不见得天天都吃到我们浅塘江的鱼 是 仰天大笑出京都 我辈原是彭蒿人 父亲 听说您要回来 我们兄弟都从各城赶回来了 赶紧把房子休息了一遍 您看满不满意 你们都是朝廷命官 公务繁忙 我只不过是赵老还乡 当一黎明百姓与你们合肝 明天一早回各府衙门上任去 是 父亲 对了 房子就照原样 不要翻修了 是 大爷这边去 拆掉 马上给我拆掉 是 父亲 臣是家族为官 是为民造福 不是炫耀于世人 还有 从今往后 凡是我儿子侄子女婿 在朝廷为官 要克己奉公忠于朝廷 不要搞贪污腐化堕落盗窃 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 我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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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怎么了 我夫人 你还是到你那睡去 别 天凉 两把老骨头抱在一块也暖和点 你这是越老越不像话 又干了一次让人笑话的事 怎么了 夫人 又有老 宝刀为老 风流老臣相 来 起来 弟弟 就在这下往吧 好好好 就这下吧 好沉啊姐 沉粉 我来我来 怎么你来 你还是个女孩子呢 女孩子想怎么啦 就不能打鱼了 你不行了吧 我说我来 我是跟老渔夫学过的 听见没有 那你 那你试试 吊江中了 可别认我 哪会呢 你看着吧 有大鱼 姐 你真美啊 是吗 喜不喜欢姐 你要不是我亲姐 我跟我爹娘说去 早就把你娶回来了 弟弟 你修不修啊 他几岁就想着娶媳妇啦 可别告诉爹娘啊 快看 超来了 姐 我练功了 你练什么功啊 大朝澎派功 方国 赶快乘船回去吧 这里太危险了 没事儿姐 不想快 快看 不想快 還不想快 你 谁 Depression 你 你 你 男儿立江朝 风涛静衣袖 从非举千里 丈夫安能辞 余娘快回来 余娘帮国快回来 爹 来了 快看 大山大鱼了 我来 爹 大山大鱼了 快回来 这本书是你父亲亲笔记录你皇爷爷的盛誉的 你拿去 好好的阅读末迹 要是你皇爷爷要带你去木兰狩猎 如果问起你什么 你都可以从皇爷爷的盛誉中找到答案 明白了吗 明白 父亲 皇爷爷会喜欢红历的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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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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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吧, 弘历 没事, 他赶紧皇爷爷来了, 他就跑了 送到弘历, 叩见皇爷爷 哪房呢? 四二个印针的第四个王子, 弘历 印针这个儿子倒真有几分皇家气质 英雄气象 你比你三哥红石勇敢多了 多谢皇爷爷夸奖 爱新角落的后代 他们不应该惧怕任何风险 他们永远像骏马 像雄鹰那样矫健, 那样勇猛 这不是您的胜誉吗? 你的福气比你皇爷爷大 雄气马精 竟一点皮肉都没受伤 反而他自个跑了 好, 不错 皇爷爷, 这完全是托您的福 您圣驾赶到, 为阵山川 去取一只黑熊 他不溜, 他就死定了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其福还不少 有了 让你了 明天, 你告诉他父亲 这孩子我把他带到宫中抚养了 这 干嘛 启架 父亲…小王要回府了… 小王要回府了… 小王… 宫, 在那 小王, 阿姨… 阿姨… 阿姨, 阿姨 阿姨, 拜见,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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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受伤了 刚才贝熊抓的 没事, 没事 是吗 晒黑了 瘦多了 怎么伤要不要紧 没事, 阿姨 谁都伤不了我 老虎 狼 还有大黑熊 都伤不了弘历 人家不相信 可以问十四叔 十四爷 请你叩见皇上 亲亲 皇上 皇上喜欢弘历 让我告诉四阿哥 皇上要接弘历去宫中抚养 一会儿就得进宫 是吗 皇上 皇上看上我们家弘历了 是 是 一个勇敢而聪明的皇孙 前途无量 王爷 快把这好消息告诉王爷去 你哪来这么好的福气 我的乖乖儿 十四王爷 用王爷身子不适 请十四王爷到佛堂续话 知道了 皇上 我要这就过去 去吧 殷姬 阿娘 孩儿要是进宫去 就见不到阿娘和你了 我不去 我为什么要去呢 傻孩子 那是你皇爷爷喜欢你才选上你 别人家想去 还去不成呢 红历 你皇爷爷没赏给你什么 有 皇爷爷 赏我一把小火枪 你过来 小王爷爷 他要是我亲生的多好啊 所以要期之间 我让你不认真 他想交hen 你哪有名 colony 可憐 行 moved 你去了 大多数阿哥都跟着他围着他跑 可是黄阿伯一点都不知道 你还有心思在这念佛? 老师子 你看我这病痒痒的身子 怎么还能跟他们争皇位? 这个天下要是得到了 我也消受不起 四阿哥 在众多的阿哥中论胆略和才智 只有你和八哥可以抗亡 其余的我觉得都不值得一谈 不 众弟兄们论聪明和才智 谁也比不上你老十四 你年轻又能带兵 咱们爱心觉罗的家族 是不能缺带兵的人 我希望你能够来接替你二阿哥的位置 弟兄们当中 只有你和我是一母所生的王子 是最亲最亲的亲骨肉啊 我一定会在皇阿玛面前为你说话的 四阿哥 可是皇阿玛看中了弘历 也就是看中了你 这 这怎么说 皇阿玛这次历史据说不但看儿子呗 而看孙子呗 弘历这回在木兰猎场遇险无伤 黑熊自闭 花马认定这是天赐吉祥 帝王之气象也 所以 这太子之位非歌莫属啊 老十四 今后 你就把弘历当成你的亲儿子吧 我呢 我就把弘历交给你了 四哥 你放心吧 这次进兵亲伴西藏 如不加制止 将危及西藏青海回江当地 准格尔若阴楼得逞 举兵东进 善干西部之安危 要及早思虑 而西部诸将历来不和 朝廷应派一员大将军去西部整治军务 统设三军 请圣上定夺 那你的意思呢 派遣严庚尧将军赴任即可 谁 严庚尧 你说的年大将军 他治理得了西部诸省军务吗 他统帅得了三军吗 那只有在诸位二哥中选派两将了 十四叔应提可当自重任 王爷爷 十四叔准刑 你这小小年纪也该一起朝政来了 请王爷爷恕罪 好吧 就按弘历的话办 你去速速把十四阿哥找来见朕 这 王爷爷 王爷爷 真没想到 好 咱祖祖祖二人想到一块去了 王爷爷 王爷爷 怎么了 这怎么好呢 王爷爷 这怎么好呢 不要紧 王爷爷是老了 老了 王爷爷 你站在那儿 站好了 还真是个小皇帝 头一天进宫 就给朝廷举荐了福远大将军 不得了 弘历为的是皇爷爷的江山 长治久安 为的是皇爷爷的龙体 永远健康万寿无疆 此心可嘉 你怎么不举荐你的父亲 而举荐你十四叔为福远大将军 你知不知道谁要是当了福远大将军 那赫赫战功就归谁了 那在朝廷里的位置、名声可就不一样了 知道不 孙儿 怎么说 孙儿觉得用兵作战随便振远 父亲不如十四叔 这个小弘历说得好 说得好 谢谢皇爷爷 好 这个奴才帮了我的道忙 太默历了 来 jumping 就以无功而返 然后 这些是什么人 东北四虎 东北四虎出炼 欢迎 大木 把刺狗 把刺狗 互动 爬爬 撤着 他这边都要 快起来 快 geç 什么 想要云 Jared 出来 走 散開 臣張庭譽叩見皇上 臣張庭譽叩見皇上 十四阿閣帶兵帶朕出征 萬水觀山, 戰況緊急 可這年耕搖卻遲遲不罷糧草 讓我十萬大軍困在齊連山下 不得襲境 有這種事? 是, 京都還派人去刺殺十四阿閣 你起來, 你來看 這是誰發明的利器? 殺人之頭快如迅雷 只留下五點梅花血印 你不會在這裡 你不想讓他等著 你不想讓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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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严重了 幸亏十四阿哥巡影在外 没有酿成大祸 要不然这十万大军失去统帅 那准盖敌军还不趁机攻击 我西部边陲的安宁还有事吗 皇上, 这些刺客一定是敌军所派 两军交战实属防范之劣 那照你所说是敌军所派 那何必他自营消失咱去萧行灭迹 你想, 他四批作祭 铁掌烙印可都是御马房定的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第二个印人又在窥视皇位 孽子 全都是孽子 好, 让他们都来 都来, 都拿着匕首 戳他们父亲流血的心 他还在跳动, 他没有枯竭 来啊! 战典智云 张提玉 臣在 你去招这些孽子皇孙 都给我叫到浅清宫去 朕要对他们明明白白说清楚 谁要是迫不及待的想争这个皇位 他就没有好下场 谁如果不想 那朕还没准就留给他了 你去啊 你还站着干什么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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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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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阿哥回京 八弟 九弟 十弟 都支持十四阿哥 等十四阿哥一回京 皇阿玛就下遗诏了 你这是干了些什么事啊你 把我的亲哥哥送给了别人 留下了别人的儿子 却又没有用 这不是白忙活吗 哥哥 皇爷爷, 你好些了吗 你满口背诵黄爷爷的圣语文章 是不是你父亲特意让你读 让你背的 让你在黄爷爷面前显示才华 靠黄爷爷喜欢 不全对啊 皇爷爷只说对了一半 哦 皇爷爷怎么会说错了另一半呢 父亲是特意让弘历熟读 背诵黄爷爷的圣语和文章的 那是对黄爷爷的崇拜 但没叫我在黄爷爷面前卖弄 而到黄爷爷喜欢啊 那你别的书也能熟读背诵 随便吧 还挺牛啊 千百年花开的明媚 不如你的美 你是光 你是醉 你是宝剑 你是玫瑰 你让烦闲花的世界寂寂 你让烦闲花的世界寂寂 你让烦闲的生活丰美 你让烦闲花的世界寂寂 你让烦闲的生活丰美 不便及 Sea 你让烦闹花的世界寂寂 都发生日常参寂 你让烦闲花的世界寂寂 哈 BONI 还能跟你说 永遠不待了 我的愛還在 作詞・作曲 李宗盛